Show表示要把它啟動 OK 那當然相對的 點Hi 就隱藏 所以你要開跟關 就是一個Show一個Hi而已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你就直接打個 Home2.Show 做完之後的話 再到這邊 插入一個什麼 這個表單控制項按鈕 把這個做出來 做完之後的話呢 你再把它按下去 它就Home2就秀出來 就這樣子 所以你要把一個表單 給叫出來 其實非常的簡單 那要關閉的話 但你想說老師那是不是這邊加個 Home2 Home.Hi 其實不用啦這邊有個XX 你就用XX就好了 幹嘛還要在 好像多持一舉 我覺得這個已經有了就不用 但你要寫無所謂要關閉 這樣好 使用者 User可能會覺得好貼心 對不對 OK 那當然 看個人啦 使用者介面由你自己決定 什麼樣的介面最好 越友善越好 越直覺越好 那沒有標準答案的 所以這東西當然是使用者而定 OK好 關閉 可是第二個 啟動了沒有問題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不要說啟動之後 再按一下啟動表單 而是更直覺的 直接啟動它的時候 自動就跳出來 那怎麼做 特別重要這個地方 可能 用理解的 需要去注意 就是說 什麼地方啟動 所以你要知道有個事件 什麼事件 當 這個工作部 工作部 特別是說 那工作部的物件在哪裡 請注意 請注意一下 工作部物件 這個專案總管裡面有沒有看到 專案總管 我們這專案 會有一個叫 List Workbook 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工作部的物件 那放在這裡不是裝飾的啦 是一定有它的作用 也就是說呢 當這個物件 被 打開的時候 那打開這個就是一個事件 那我就把表單 給叫出來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我在 先 第一個步驟 在ListWorkbook 點兩下 它會跳出一個 這個空白 那裡面請注意喔 上方會有個叫 Workbook 也就是說ListWorkbook 怎麼樣呢 當這個Workbook 這個物件 有沒有 被 打開 旁邊有一串有沒有 這些都是事件 但是呢 我們需要的是open 不過預設剛好就open 當這個工作部 被打開的時候呢 我要做什麼事 Home.show就好了 我Home Home.show 好 那這樣的話 就OK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記住就是把它存檔 再把它關起來 關起來之後呢 一樣到範例檔裡面 我剛剛到底哪一個 有點忘記了 那就把那個打開 這是 8點 不是這個 應該是這裡面的 這個 看一下時間應該就 9點 沒錯 這個 邏輯函數打開 有沒有 試動就OK了 所以特別重要 用理解的 不用10倍啦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 先建一個什麼 在開畫人員裡面 這邊模組 記得先在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 然後他就會把Home.show出來 自動啟動 特別注意 This workbook 點一下這邊 Workbook 自動會跳 Open 打一個 那你們打Home Home.show 因為我是第二個 OK 那這樣的話 自動會啟動起來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如何 啟動 你剛做那個錶單 OK 兩個方法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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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